战若吕朱婷轮休银行半主力出阵仍横扫对手,半决赛中莫朱婷对空。 在刚刚结束的托尔奇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中,半主力出战的瓦吉福银行3比0横扫对希克塔斯晋级,三局比分分别为25比22,25比20,25比13。 晋级四强后,瓦吉福银行的对手将是费内巴切和土耳其航空之间的胜者。 本场比赛,银行的首发阵容保留了奥兹八一,罗宾逊,泽赫拉三人,在接应位置上起,用新人表弟卡拉库尔特,副攻则由泽赫拉搭档老将梅里斯,自由人士小将。 阿依恰,主攻由罗宾逊搭档意大利外援迪尤里奥。 在比赛的末段,银行再次大范围换人,新人图巴和咕噜巴依都获得了出场的机会。 明天将会进行土耳其杯的半决赛,瓦吉福银行的对手很可能将是土超的另一大豪门费内巴切,届时朱婷将肯定会登场。 废内巴切有古巴天才少女瓦尔加斯和墨西哥朱婷布利奇奥领衔,银行在土超的常规赛中曾双杀对手。